新北市爆发了租车纠纷 一名黄姓男子过了租车时间 迟迟没有归还 拖了三天 车上员工得知他人在板桥 为了要讨车竟然持球棒在后头猛追 而男子因为紧张吓得落荒而逃 沿途还撞了四辆七机车 肇事逃逸 马路中央停着好几辆车打着闪灯 驾驶下车查看真的吓坏 好端端开上路 竟无端遭到沿街乱闯的白色轿车冲撞 一共两部轿车 两部机车遭受波及 驾驶闯了货 肇事逃逸 远急货报到场才发现这不是普通车祸 当时有名男子拿着球棒在轿车后头穷追不舍 原来双方有租车纠纷 拿球棒的田姓男子是租车公司员工 指控对方到了约定好的还车时间 人没出现突然失联 拖了三天再次拨打电话 对方表示自己在板桥 要租订公司来找他 田姓员工就带着球棒企图当街男人 租车未还男子疑似紧张逃逸 沿途撞了四辆汽机车 最后把车围停在万华被拖掉 货报后三小时内立即通知田南 道案说明 讯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请新北地院检疫庭裁处 原本想逃回车子却因方法不对 因此处罚 另外租车未还的黄姓男子肇事逃逸 被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财罚最高三千元并掉扣驾驶执照 不仅如此 车行业已经对他提出轻战高速 记者陈云轩宁张贤 新北产报道